好,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老師你們覺得剛剛他就滿意了 我是很高興,但是我覺得 他有點不是很完美的地方 所以我現在用這個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在平板裡面的一個輸入房 那你看 我今天 也是來到嘉義縣 新中國獎 有沒有發現有租號有句號 對,新中國獎他可能不認得 是嘉義縣 對於他的輸入房子 對啊 但是他一個最大好處是什麼 你有沒有發現他在講的時候 會幫我們自動把標點五號加進去 有注意到的嗎 有 有對不對 對 這樣有沒有在哪一個導師來聽看看 現在大家因為比如說你有在Line啊 在用FB啊 你手機打的,打字的速度有很快的 有沒有手機 你用行動招之後手機打字很快的 或寫字很快的 就算我們這一支 陳頌流比一跳厲害是沒有錯 但是你手寫的速度 還是沒有我們原子品的那種快 對不對 面套手上還是要辨識一下 所以呢 尤其你用手機的話 你說真的 那個按鍵那麼小 你放得很快 蛤蠻水定 所以你可以用這個 所以我現在大部分 我在 適合講話的地方 你就會用這個方式講 因為我就這樣就不快 所以有時候你要做一些筆記也好 或是做一些簡單的一些回覆 我會用這個方式 所以你看一下我在這裡 我用C2段 如果老師你現在用平板的話 也可以 如果你發現它那個標點不在這裡 因為我這邊沒有辦法直接放大 這邊就可以 就是如果你發現那個標點不在這裡 下面這裡是有一個標點符號的 下面這邊是一個標點符號 我可以按一下 有沒有 或者你要的是其他的符號 這裡有符號 你就可以找到其他的 要看到了嗎 對不對 那這個呢 叫做遜飛出入法 是對按的 對 遜飛出入法 對按的 那麼它有一個東西沒有 就是大家最喜歡用的那個叫遜音 對 那怎麼辦 因為它沒有遜音嘛 所以 如果說幻音 你在念那個字的時候 或那個詞 它不認得 那你還是要手寫啊 你就不能用遜音的 它有手寫的 在這邊 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 這裡有的叫做 半田遜遜 對不對 它可以看的 不是全螢幕的那一種 所以我現在在這邊的話 我寫的 我現在 選擇半田遜遜 寫 好 我就可以在上面直接寫字 這樣了解嗎 我就把他不懂的我寫進去吧 可是他懂的 比如說我現在知道他懂的 佛小 他一定懂啊 對不對 我就念的就好啦 這樣你了解意思了 雖然沒有注意 但是還是可以 用手寫來補遜這一塊 那他本身 因為還有很多其他 看過一些表情符號啦 好 像這些表情符號啦 或是其他的 一些像文字式的符號 你看 中醫文件牌它也是有 大概是像這樣 那這個叫喘在哪裡 在這邊 我把這個畫面 我把它切到這邊來 好 您來這邊看一下 我把畫面再廣播一下 好 你看到這邊 在我的部落格上 這裡 有另外一個就是這裡 其實你當然也可以用 所謂的Google的語音輸入 不過Google語音輸入 它還是那個問題 沒有標點符號 所以目前如果找到 有標點符號的 大概就是現在這一個 那使用上也還不錯 當然他們都可以做一件事情 叫做離線 你又在沒有網路之下進行 但是我必須說 離線的部分效果就差很多 因為畢竟沒有那個大數據 所以他在做第二層翻譯的時候 就沒辦法幫你做 就只能做第一個質疑比較多 所以基本的像什麼地質 一般的常見的OK 但是比較需要指考一下 整具語氣的它就比較不行 就比較不行 所以這也是另外一個 老師如果說 你們在行動裝置上 需要使用的時候 你可以做參考 在這個上面呢 我也有錄影片 所以你可以比較清楚的 去瞭解一下 這個大概不用 那你如果 像孔剛這個平板 也可以裝嘛 它是一個APP 就裝完之後 變成一個輸入法 就對了 就好像平常 然後你有用注意指入法 有用手指入法 那概念是相同的 這樣OK嗎 可以啦 所以這樣以後 老師應該會 比較厲害喔 比那個比還要厲害一點 用嘴巴講的 OK喔 好